第六十五回 拖榻天王梦中险盛 浪里白跳水上抱冤 诗曰 岂枝一夜乾坤老 卷地风颜雪正狂 隐隐临边排剑几 森森竹里摆刀枪 六花为阵成击茧 万里扑银作战场 却似玉龙出斗罢 满天临甲乱飞扬 话说宋将军中 因这一场大雪 无用定出这条计来 就下雪陷坑中捉了索钞 其余军马都逃回城中去了 报说索钞被擒 梁忠书听得这个消息 不由他不慌 传令叫众将只是坚守 不许相战 且说宋将到寨 中军帐上坐下 早有伏兵借锁超到麾下 宋将见了大喜 贺退军舰 亲解其父 请入帐中置酒相待 用好颜抚慰道 你看我众兄弟们 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 该为朝廷不明 纵容烂官当道 污吏专权 酷害良民 都情愿协助宋将 替天行道 若是将军不弃 同以忠义为主 所超本是天刚星之术 自然凑合 降了宋将 当夜仗中 至酒作贺 次日商议打成 一连打了数日 不得成破 宋将好声忧闷 当夜仗中 扶枕而卧 忽然阴风萨萨 寒气逼人 宋将抬头看时 只见天王朝盖 欲尽不尽 叫声 兄弟 你不回去 更待何时 立在面前 宋将吃了一惊 即起身问道 哥哥从何而来 屈死冤仇 不曾报得 心中日夜不安 前者一向 不曾致计 以此显灵 必有见责 朝盖道 非为此也 兄弟靠后 阳气逼人 我不敢进前 今特来报你 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 则除江南地灵星可制 你可早早收兵 此为上计 回君自保 免治就为 宋将却欲再问明白 赶上前 赶上前去说道 哥哥阴魂到此 忘说真实 被朝盖一推 沙人绝来 却是南科一梦 便叫小孝请军师圆梦 无用来到中军帐上 宋将说其异事 无用道 即使朝天王显胜 不可不一 木金天寒地动 军马难以久住 全且回山守待 东进春出 雪消冰结 那时再来打成 畏为完矣 宋将道 军师言之甚当 只是卢元外和石秀兄弟 现在雷谢 度日如年 只望我等兄弟来救 不争我们回去 惩恐这司们 害他性命 此事进退两难 记忆未定 此日 只见宋将 觉到神思疲倦 身体酸疼 头乳腹劈 身似龙征 一卧不起 众头领都在面前看事 宋将道 我只觉背上好生热疼 众人看事 只见翱子一般 赤肿起来 无用到 此即非庸及居 无看方叔 绿豆粉可以护心 毒气不能侵犯 便买此物 安排与哥哥吃 一面使人 寻药医治 亦不能好 只见浪里白跳 张顺说道 小弟就在寻阳江时 阴母得患背脊 百药不能治 后请得健康府 安道权 守道病除 向后小弟 淡得些银两 便酌人送去与他 今见兄长如此病症 自去东途路远 急速不能变道 为哥哥的事 只能星夜前去 拜请他来救治哥哥 无用到 兄长梦朝天王所言 白日之灾 得出江南地灵星可治 莫非正应此人 宋江道 兄弟 你若有这个人 快与我去 修此生寿 知以义气为重 行夜去请此人 救我一命 无用叫取 算条金一百两 与一人 再将三二十两碎银 作为盘缠 分付与张顺 只今便行 好歹定要和他同来 切勿有误 我今拔寨回山 和他山寨里相会 兄弟可坐极快来 张顺别了众人 背上包裹 往前便去 且说军师无用 传令诸将 全且收军霸占回山 车子上载了宋江 连夜启发 北京城内 曾经了伏兵之计 只猜他引诱 不敢来追 此日 梁中书建报 说道 此去未知何意 李承文答道 无用那丝诡计极多 只可坚守 不宜追赶 话分两头 其说张顺要救宋江 连夜攒行 时至东近 无雨即雪 路上好生艰难 更近慌张 不曾带的雨具 行了数千里 早进阳子江边 时日北风大座 动云低垂 飞飞扬扬 下一天大雪 张顺冒着风雪 要过大江 舍命而行 虽是景物凄凉 江内别是几般清智 由西江月为正 辽历洞云孤雁 盘旋枯木寒压 空中雪下四梨花 遍遍遍飘穹乱洒 玉鸭桥边酒配 银铺渡口鱼叉 前村银银两三家 江上晚来 看华 那张顺独自一个 奔至阳子江边 看那渡船时 并无一支 只叫得苦 绕着这江边行走 只见败尾折鲁里面 有些烟气 张顺叫道 烧公 快把渡船来载我 只见芦苇里素素的响 走出一个人来 头戴若历 身披缩衣 问道 客人要哪里去 张顺道 我要渡江去健康 干事至谨 多于你些船前 渡我则个 那烧公道 在你不防 只是今日晚了 便过江去也没歇处 你只在我船里歇了 到四更风静月明时 我便渡你过去 多出些船钱于我 张顺道 也说的是 便与烧公 钻入芦苇里来 见滩边揽着一支小船 见棚底下一个寿候上 在那里像火 烧公扶张顺下船 走入舱里 把身上湿衣服都脱下来 叫那小后生 就火上烘焙 张顺自打开衣包 取出锦被 河身上 卷倒在舱里 叫烧公道 这里有酒卖吗 买些来吃也好 烧公道 酒却没买处 咬饭便吃一碗 张顺吃了一碗饭 放倒头便睡 一来连日辛苦 二来十分拖大 到出庚左侧 不觉睡着 那寿候上向着炭火 轰着上盖的纳敖 看见张顺睡着了 便叫烧公道 大哥 你见吗 烧公盘将来 去头边指一捏 觉到是金箔之物 把手摇道 你去把船放开 却江心里下手不迟 那后生推开棚 跳上岸 接了拦锁 上船把竹膏点开 搭上炉 一一压压地摇出 江心里来 烧公在船舱里 取拦船锁 轻轻地把张顺 捆腹做一块 便去船烧黄板底下 取出板刀来 张顺去好绝来 双手背负 正错不得 烧公手拿大刀 按在他身上 张顺道 好汉 你饶我性命 都把金子与你 烧公道 金银也要 你的性命也要 张顺连声叫道 你只叫我胡论死 冤魂便不来缠你 烧公放下板刀 把张顺扑通地 丢下水去 那烧公便去 打开包来看时 见了许多金银 眉心分与那兽厚生 叫道 五哥 和你说话 那人钻入舱里来 被烧公一手揪住 一刀落实 砍得伶钉 推下水去 烧公打病了船中血迹 自咬鲁去了 有诗为证 宋江偶尔换窗仪 张顺江东去请医 烟水炉花深夜后 涂财致命 更堪碑 却说张顺是在水底下 福德三五夜的人 一时被推下去 就将底下咬断锁子 趁水过南岸时 捡树林中闪出灯光来 张顺爬上岸 水碌碌地转入林子里看时 却是一个村酒店 半夜里起来炸酒 破壁缝透出灯光 张顺叫开门时 见个老丈 那头便拜 老儿道 你莫不是江中被人截了 跳水逃命的吗 张顺道 时不满老丈 小人来健康干事 晚了 隔江密传 不想撞着两个歹人 把小子应有衣服金银 尽都截了 窜落江中 小人却会覆水 逃得性命 公公救度则个 老丈健说 领张顺入后屋下 把个纳头与他 替下湿衣服来轰 烫些热酒与他吃 老丈道 汉子 你姓什么 山东人来这里干何事 张顺道 小人姓张 健康福安太医是我弟兄 特来探望他 老丈道 你从山东来 曾经梁山坡过 张顺道 正从那里经过 老丈道 他身上宋头领 不急来往客人 又不杀害人性命 只是替天行道 张顺道 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 不害良民 只怪烂观乌厢 老丈道 老汉听得说 宋江这活端地仁义 只是旧贫寄牢 哪里似我这里草贼 若得他来这里 百姓都快活 不吃这活 满乱无官吟 乱无官吟 张顺听罢 道 公公不要吃惊 小人便是浪里白跳 张顺 因为俺哥哥送功名 害发背疮 叫我将一百两黄金 来请安道全 谁想拖大 在船中睡着 被这两个贼男女 附了手脚 攥下江里 被我咬断绳索 倒在这里 老丈道 你既是那里好汉 我叫儿子出来 和你相见 不多时 后面走出一个后生来 看着张顺便拜道 小人久闻哥哥大名 只是无缘不曾拜实 小人姓王 排行第六 因为走得快 人都换小人 做霍善婆王定六 平生只好覆水使棒 多层投尸 不得传授 全在江边 卖酒度日 却才哥哥 被两个结了的 小人都认得 一个是 结江鬼张望 那一个寿后上 却是华庭县人 换作 有礼求孙三 这两个男女 如常在这江里 结人 哥哥放心 再次住几日 等着私来吃酒 我与哥哥报仇 张顺道 赶成兄弟好意 我为兄长宋公明 恨不得一日奔回寨里 只等天明便入城去 请了安太医 回来相会 王定六把自己衣裳 都与张顺换了 连忙炙酒相待 不在话下 四日 天晴雪消 八十数量银子 与张顺 且叫入健康府来 张顺进的城中 静到淮桥下 看见安道全 正在门前获药 张顺进的门 看着安道全 那头便拜 古人有首诗 单提安道全好处 道士 周后梁方有百篇 金针御刃得失传 重生便却应难比 万里传名 安道全 这安道全 祖传内科外科 进皆一得 以此远方驰名 当时看了张顺便问道 兄弟多年不见 慎风吹得到此 张顺随至里面 把这闹江州 跟宋江上山的事 一意告诉了 后说 后说宋江现换背窗 特地来请神医 阳子江中 显心送了性命 都拾诉了 安道全道 若计论 若论宋宋明天下义事 去走一遭最好 只是拙父亡过 家中别无亲人 离远不得 以此难出 张顺苦苦求告 若是兄长推却不去 张顺也难回山 安道全道 再做商议 张顺百般哀告 安道全方才应允 原来这安道全 却和健康福一个烟花娼妓 换作李巧奴 如常往来 这李巧奴生得十分美丽 安道全 以此眷顾他 有诗为证 慧至温柔更老成 玉湖明月逼人清 不遥宝记寻春去 鹿诗灵波不月行 丹脸笑回花恶丽 朱贤戈霸采云亭 愿叫心地长相逸 莫学张台赠留情 当晚就带张顺 同去他家 安排酒吃 李巧奴拜张顺做叔叔 三杯五盏 酒至半憨 安道全对巧奴说道 我今晚就在你这里速写 明日早和这兄弟 去山东地面走一遭 多则是一个月 少是二十余日 便来望你 那李巧奴道 我却不要你去 你若不依我口 再也修上我们 安道全道 我药囊都已收拾了 只要动身 明日便去 你且宽心 我便去也 又不耽搁 李巧奴撒娇撒吃 倒在安道全怀里说道 嗯 你若还不依我 去了 我只皱得你肉 片片飞 张顺听了这话 恨不得一口水 吞吃了这婆娘 看天色晚了 安道全大醉倒了 掺去巧奴房里 睡在床上 巧奴取来发复张顺道 你自归去 我家又没睡处 张顺道 只带哥哥酒醒同去 以此发浅他不动 只得安他在门首小房里歇 张顺心中幽肩 哪里睡得着 出更时分 有人敲门 张顺在避凤里张时 只见一个人闪将入来 便与前婆说话 那婆子问道 哎 你许多事不来 却在哪里 今晚太医睡到在房里 却怎生奈何 那人道 我有十两金子 送与姐姐打些差环 老娘怎的做个方便 叫她和我私会这个 前婆道 噓 你只在我房里 我叫女儿来 张顺在灯影下张时 却见是吉江鬼张望 原来这丝 但是江中寻的些财 便来他家使 张顺见了 按不住活起 再细听时 只见前婆安排九十在房里 叫小奴相伴张望 张顺本带要抢入去 去又怕弄坏了事 走了这贼 羽毛三更十分 除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 前婆东倒西歪 却在灯前打醉眼子 张顺悄悄开了房门 徐道除下 建议把锄刀明晃晃放在灶上 看着前婆倒在侧手板凳上 张顺走江入来 拿起锄刀 先杀了前婆 要杀使唤的事 原来锄刀不甚快 砍了一个人 刀口早卷了 那两个正带要叫 却好一把劈柴斧 正在手边 抄起来 一抚一个砍杀了 房中婆娘听得 慌忙开门 正迎着张顺 手起腐落 劈胸膛砍翻在地 张望灯影下 见砍翻婆娘 推开后窗 跳墙走了 张顺懊恼无极 随即割下一斤 占血去粉壁上写道 杀人者 安道全也 连血数十处 挨到五更江鸣 只听得安道全 在房中久醒 便叫巧奴 张顺道 哥哥不要择声 我叫你看两个人 安道全起来 见了四个死尸 吓得浑身麻木 颤作一团 张顺道 哥哥 你见壁上写的吗 安道全道 你苦了我也 张顺道 只有两条路从你行 若是声张起来 我自走了 哥哥却用取偿命 若还你要没事 家中取了药囊 连夜敬上梁山坡 救我哥哥 这两剑随你行 安道全道 兄弟特这般短命见识 有失为证 酒炼烟花不肯休 临行留志更绸缪 铁心张顺无情甚 白刃横飞 血漫流 道天明 张顺卷了盘缠 同安道全回家 敲开门 取了药囊出城来 进到王定六酒店里 王定六接着 说道 昨日张望从这里过 可惜不遇见哥哥 张顺道 我自要干大事 哪里且报小仇 说言未了 王定六报道 张望那丝来也 张顺道 且不要惊他 看他投哪里去 只见张望去摊头看船 王定六叫道 张大哥 你留船来 载我两个亲郡过去 张望道 要趁船快来 王定六报与张顺 张顺道 兄弟 你可借衣服 与小弟穿 小弟衣裳 却换与兄长穿了 才去趁船 安道全道 此事何意 张顺道 自由主张 兄长莫问 安道全脱下衣服 与张顺换穿了 张顺戴上头巾 遮尘暖 利影身 王定六背了药囊 走到船边 张望拢船棒案 三个人上船 张顺扒入后烧 接起黄板看石 板刀尚载 张顺拿了 载入船舱里 张望把船摇开 一压之声 直到江心里面 张顺脱去上盖 叫一声 手工快来 你看船舱里 漏入水来 张望不知重计 把头钻入舱里来 被张顺疙瘩地揪住 喝一声 强贼 认得前日雪天 趁船的客人吗 张望看了 择生不得 张顺喝道 你这丝谋了我一百两黄金 又要害我性命 你那个寿后生 哪里去了 张望道 好汉 小人得了财 无心分于他 恐他争论 被我杀死 存入江里去了 张顺道 你认得我吗 张望道 不认得好汉 只求饶了小人一命 张顺喝道 我生在寻阳江边 长在小孤山下 做卖鱼牙子 谁不认得 只因闹了江州 上梁山坡 随从宋功名 纵横天下 谁不拒我 你这丝露我下船 付住双手 攥下江心 不是我会使水时 却不送了性命 今日冤仇相见 饶你不得 旧事指一拖 拖在船舱中 把手脚四马船体 捆腹做一块 看着那羊子大将 直窜下去 也免了你一刀 张望性命 眼见得黄昏作鬼 有师为证 这张顺将船户贼人张望捆腹 沉下水去 王定六看了十分叹息 三人照传道案 张顺对王定六道 贤弟恩义 生死难忘 你若不计 便可同父亲收拾其酒店 赶上梁山坡来 一同归顺大义 为之你心下如何 王定六道 哥哥所言 正和小弟之心 说罢分别 张顺和安道全 就北岸上路 王定六作词二人 附上小船 自回家去 收拾行李赶来 且说张顺与同安道全 上的北岸 背了药囊 一身便走 那安道全是个文末的人 是大副出身 不会走路 行不得三十余礼 早走不动 张顺请入村店 买酒相待 正吃之间 只见外面一个客人 走到面前 叫声 兄弟 如何这般迟悟 张顺看时 却是神行太保代宗 伴坐客人赶来 张顺慌忙 就与安道全相见了 便问宋公明哥哥消息 戴宗道 如今哥哥神思昏迷 水米不吃 看看待死 不久临危 张顺文言 泪如雨下 安道全问道 皮肉血色如何 戴宗答道 肌肌憔悴 终日叫患 疼痛不止 性命早晚难保 安道全道 若是皮肉身体 得知疼痛 便可医治 只怕误了日气 戴宗道 这个容易 取两个甲马 拴在安道全腿上 戴宗自背了药囊 吩咐张顺 你自慢来 我从太医前去 两个离了村殿 做起神行法 先去了 有失为证 将军发背 烧宁安 千里营衣 道路难 四腿俱沾 双甲马 兴持殿竹 奔良山 当下且说 这张顺在本处村殿里 一连安息了两三日 只见王定六 背了包裹 同父亲果然过来 张顺接见 心中大喜 说道 我专在此等你 王定六问道 安太医安在 张顺道 神行太宝戴宗 接来迎着 已和他先行去了 王定六去和张顺 并自父亲 一同起身 投梁山坡来 其说 戴宗引着安道拳 做起神行法 连夜赶到梁山坡 并不困倦 寨中大小头领接着 引到宋江卧榻内 就床上看时 口内一丝两气 安道拳先诊了 麦西 说道 众头领羞荒 麦体无事 身躯虽见沉重 大体不防 不识安某说口 只十日之间 便要复旧 众人见说 意其便拜 安道拳 先把爱背 引出毒气 然后用药 外食 肤梯之耳 内用 掌托之剂 五日之间 渐渐皮肤红白 肉体滋润 饮食渐进 不过十日 虽然窗口未完 饮食复旧 只见张顺 引着王定六 父子二人 拜见宋江 并众头领 诉说江中被劫 水上抱冤之事 众皆称叹 显不悟了 兄长之患 宋江才得病好 便与无用商量 要达北京 就去炉园外食秀 以表忠义之心 安道全见道 将军窗口未完 不可轻动 动则极难全可 无用道 不劳兄长挂心 忧伤神思 只顾自己将戏 调理圆阳真气 无用虽然不才 只就木金春初时候 定要打破北京城池 就去炉园外食秀 二人性命 其拿银腹肩肤 不知兄长意下如何 宋江道 若得军事如此扶持 宋江虽死明目 无用便就中义堂上传令 言不过数据 话不尽一席 又分教 北京城内 便成火窟枪林 大明府中 翻座狮山血海 正是 谭笑鬼神皆丧胆 指挥豪杰 金清心 毕竟军师无用 射出什么忌来 且听下回分解 来 感谢观看